8的動作 再跟各位講得很仔細一點 今天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是要跟各位把太極權不動手的原因 人家講太極不動手 為什麼太極叫做不動手 動手沒太極 到底有沒有動手 太極不動手動手沒太極 太極動手的定義是什麼 要跟大家講清楚 一個男人不要吵我 我的天啊我Facebook上去 我們今天這個一個推發 其實他包含了這樣的一個專型 包含了這樣的一個專型 然後他要發育腳 起立腿阻擋腰 所以在我們腳底板 這個地方 腳底板的這個地方 腳要全體到鬆承 鬆承子墜 鬆腰落那些通通都有了 然後呢 前三後七大約是這樣的 重點的重點 心力啊 大概會是在後腳底 然後 在鬆承子後呢 鬆承子前 重點上下一個針 鬆承子 然後呢 從腳底開始 往上做一個螺旋徑 然後到手的一個捲末 然後 整體的打開 腳底的這個折疊 所以這個就是腳踝啊 關節啊 跨啊 肩啊 軸啊 啊這個就是彈環 屬於折疊的意思 就是彈環力折疊力 那我們再 追發 碰到人的一剎那的時候 當我推他 也可以照近一點 嗯 當我這樣推他的時候 來照近一點 這樣就好 這樣子有半身喔 沒關係 先做半身啊 我等一下 當我如果這樣碰他的時候 我一個力量給他 他一定會有一個力量 回來 叫做反作用力 所以當我推發他的時候 我雖然那些都做正確了 可是我力是走直的出去的時候呢 你頂我 給我一個力量 做三肌步 做公肌步 頂我 頂我齁 力量頂我 這樣子呢 你看我用折的 雖然我的力量結構不錯 可是呢 我推他的時候 他身體有重量會 反饋回來 懂我意思 那我們在發人的時候 要把他拔根 拔根就是 讓他的腳 雙腳有力 力就是拔根 只有把他拔根之後 他就在力量子 出去之後 力量才能出不到對方的反戰 如果我沒有做拔根的動作 他都是在地上 這樣子滑行的時候 其實我推他 他設立我也設立 那這就不是太極拳 不符合太極拳的要求 懂我意思嗎 所以太極輕輕一伸手 你看我輕輕的一伸手喔 我先做喔 你可以頂我 給我力量 我輕輕一伸手 那我們在接觸的時候 有一個點 線 面 體 就是張一連連水 在這裡頭 我們意念上有走一個 上面的45度 或下面的45度 把他正面來的力量 全部都化掉 懂我意思嗎 加上我剛才的所有的 你看喔 我上來以後 上來裡面連水 輕輕的他又出去了 有沒有 頂我 我很輕的 我剛才很輕輕的 頂我 你看我 我手要推出 你感覺我推到 我力量推出 你真的一上來 你感覺我的力量 有多少 對方 你看 你看 好不好 你看我喔 看好注意喔 你看 我上來以後 欸 我剛才力量做直的 我就受力了喔 因為 他出去的就沒有第一次那麼漂亮 那剛才就是我的力量 有用作了 當然我們在推發人的時候 人家可以閃啊 他可以閃啊 他一閃我們力量就偏了嗎 所以我們推人的時候 在人家的身上不能找力 我如果這麼找力 他就知道我的力量要從哪裡來了 所以你是不是很好閃一閃 我就推不到他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參與人在推發人家的時候 因為這個是練習 所以你要站得好好的 讓我推發 那真的在實戰的時候 就是說你現在一推 推上來 你看 我會閃啊 你看我會動啊 看那樣再推一次 對不對 你看我會動啊 那這樣是不是就 所以要 時機 要抓隊 懂不懂 就是那個機會 要得機得士 我有得到這個很好的機會 欸 對方全身僵硬了 啊對方又沒辦法閃了 那個時候就我的最好的機會 對不對 那但是我得到這麼好的機會的時候 我同樣的 我在人家身上 絕對不能夠施痕你 阿絲痕你以後 他有受力 我也有受力 所以我就算得機 還要得士 所以呢 我穿上所有有力的態勢 就是剛剛講的 發一腳心一腿 我的身體的彈簧 我的真意什麼 通通都做好了 對不對 得到的士 還要得到這個機會 所以我發他 今天就出去了 看到沒有 我怎麼發呢 那我的手 咻 我沒有跟你力量相看的時候 你是不是覺得很奇 你現在就給我發出去了 對不對 那我 你被輕輕發出去 感覺像剛才第二次我發你的時候 感覺有差嗎 差在哪裡 應該是感覺我的力進來太遲了 對不對 你就會勝利了 對不對 阿我 我把那個力同樣是進來以後 那我們進去不能夠遲遲的進 要怎麼進 在張連處要走 五角的五行 那種螺旋的五行 螺旋的五行 懂嗎 所以你看才有 沾連連隨 沾連的螺旋 才有出去了 看到沒有 所以我教你們的衝 點線變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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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線 面 體的螺旋 是可以出力 懂了嗎 OK 好 阿這個 大概就是 退發的一些很重要的原理 OK OK